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涛聚焦 昨天是感恩节 很多朋友就,很多朋友 说涛哥这个感恩节快乐,感恩节愉快 我们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感恩节的来处 美国的感恩节呢,主要是五月化 美国最早来到北美大陆的 从英伦三岛的清教徒 他称他们为清教徒 对不起,称他们为清教徒 主要是因为他们逃离英国 是单纯的,顺从他们的信仰 非常单纯,没有任何其他的 他们扔掉了在英国的一切 举家老小,称作了五月化号一条破船 来到了英国,所以又来到了北美 而他们在这个,来到北美冲着波尔顿去的 结果没到波尔顿,他们航线坏,错了 所以就到了波尔顿的南部 这就五月化号,也就是美国 美国今天的美国,他能够成立的基础 所以今天有美国是因为那些清教徒 今天因为,今天有美国是因为 他们第一批人是遵循着他们的信仰 所以想一想跟犹太人非常类似 非常类似,而发生的时间呢 在当时发生的时间 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 所以我个人看的那个,时间是个神话 我个人看了之后,我个人非常感触 因为其实原来看的很少 包括哥伦布 哥伦布发现北美就是 正好是这个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 文艺复兴顶盛149几年了 而与他并生的呢 却是在意大利的三节 主要是米开朗基罗 而他却是来自于 哥伦布同样是意大利人 热比亚人 那他发现了新大陆 人们接受了他 而真正来到新大陆定居的人 又是追寻信仰的 历史的痕迹 就人类真正留下来的痕迹 却深深的影响了后面人的 却完全跟神相关 眼前看到的一切 对吧 美女 财富 富豪 狗熊掰棒子 瞎掰 狗熊掰棒子 瞎掰什么意思 狗熊掰棒子 狗熊去棒子地啊 老玉米地 掰一个棒子 夹这儿 然后又掰一个 又夹这儿 又掰这儿 又夹这儿 然后他就掰了一千个 走了一地 然后拿着一个老玉米 回去了 对吧 我说美女 靓仔瞎掰 一个美女 两个美女 三个美女 夹了一大堆 跟女士没有关系 我是形容词 我这种形容的概念 就是说 今天你一个人 当你没有了信仰的时候 你就是色欲的 中间没有 中间没有曲奇中间的 人没有信仰的时候 你就是贪欲的 放荡的 没什么可讲 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魂 你就钉在自己的肉 你老钉在自己的肉上 你就看不见自己的魂 就这么回事 有人说不对 没什么不对 你看见手心 你就看不见手背 你看见手背 就看不见手心 你看不见灵魂 你就看的是肉 你看着肉 你就看不见灵魂 就这么回事 有脸跟后脑勺对着的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对着的 还就这么回事 你说我就不信 活该 你还信不信 你抬着杠没用 对不对 上嘴唇 下嘴唇 搁在一块可以吃饭 他还可以说话 说话大多都是造业 害人 骗人 坑人 对吧 上眼皮 下眼皮 一眨就眨眼 眨眼干嘛 对不对 就这么回事 耳头是对着长的 对吧 所以很多东西很奇怪 很多东西很特别 很多东西又很关键 所以这个东西 人身体都是这么长的 你有什么说 说我不信的 这是 这是今天 在我眼睛里 我觉得 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以朋友们留言说 感觉快乐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就是感谢了 因为朋友说 哎呀 涛哥这节目做的一个跟你一个 一个你看不过来 我一说 一说累了 少做俩 有些没有乱 就 人家求求你 哪里说俩字 你今天我有的看 没的看可怎么办 现在基本都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了 美国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FBI局长表示 暴富性网络攻击 是阻止中共的唯一途径 那就是一恶之恶了 一恶之恶 FBI前局长 前局长路易斯 呼吁对中共进行暴富性网络攻击 以阻止中共对其他国家进行黑壳攻击 窃取商业机密 so 网络攻击窃取商业机密 在301条款调查中 已经成为更主要的一个内容 在301的最新的 呃 星期三的 星期二晚上 拿出调查报告中说 最近几个月 他说从 七月份开始 而中共网络黑客再次活跃 他针对的方向就是美国的大公司 呃 甚至他说还包括阿拉斯加的一些政府机构 那路易斯是93年开始执掌FBI 到01年卸任 干了八年 两届 犯罪指控或是服刑受益等措施 都无法阻止国家支持的黑客窃取行为 那这个方法就像本拉登 给本拉登下法院传票一样 毫无效果 我觉得他是干这行的 人家说话就到位 用法院的概念 用司法的概念 去对付像中共这样的黑客 你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就你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意思 就是你有知识没文化 你根本就驴唇不对马嘴 对不对 就像人 人跟人说人话 跟人讨论 人的一切 是因为人与人之间 他有一个人的道德的基础 人的生命的约束 有着共同的生命的价值观 这是关键 对不对 这是关键 那高级动物不是 高级动物的存在 他首先否定了人的灵魂 否定了人的道德的源泉 人的身体的道德 人的自由道德的来源 就是天地人 就是神的存在 神造了人 人的身体具备了神的因素 所以西游记讲的七十二妖 乃至蝎子 都可以演化成人的身体 没有人去演化蝎子 而蝎子 蝎子精内里头有 他去占人的身体 而大多妖怪占人的身体 只要变成女妖怪 一定是抽男人的精华 都是奔着这个来的 没什么可讲 很简单 对不对 很简单 你站在人上就很复杂 因为他手心说手背 手心说手背 说手心 你要跟着他转瞎掰 解决这问题 你就是把他手剁了就完了 剁手吗 大海航行靠剁手吗 你把他爪子剁了就没事了 所以这里边 FBI的头就说 你剁了他的爪 妖怪可不就是爪吗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和另外一家报纸 联合进行了调查证实 中共国安部 主导了对澳大利亚企业 进行的网络攻击 叫做云斗行动 云斗行动 用来窃取澳大利亚公司的商业机密 中共外交部驳斥了说法 说毫无根据 基本中共的驳斥概念 就是这个毫无根据 你偷别人的东西 可不是就会说毫无根据吗 对不对 就像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一样 隔壁老王偷了他们家媳妇 他说 问媳妇说这怎么回事 他媳妇说了 你常说一句 你叫毫无根据 对不对 中共外交部的女发言人就更绝了 对不对 他要偷了别人的男人的话 他老爷们不干的话 说那他就问了 你毫无根据说对方是王老五 隔壁老五 隔壁老王 不叫王老五 隔壁老王 毫无根据 这个话是最绝的一句流氓话了 所以这是这篇报道中直接引用的了 但澳大利亚高层 将这类网络攻击的活动 叫做持续不断的显著努力 目的就在于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 而这种网络攻击 却违反了中澳两国领导人去年签署的网络安全协议 即双方不得窃取对方的商业机密 所以那我不知道这个商业这个安全协议是不是习近平签的 如果是习近平签的话 那这个事儿就就是有趣了 因为在2015年习近平跟奥巴马签署过中美之间 网络安全协议 所以而习近平2015年跟奥巴马签署协议的时候 正是同时间他拿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制造2025 也就是说同时间他大规模 他控制的地方 大规模开始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那就是说习近平自己出面充当一个答骗子 以协议的方式 以承诺的方式来欺骗美国欺骗澳大利亚 这没什么可讲 那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可能不是他签的 那美国确实是他签的 那今天的指责他自己都变相承认 所以我说他思维上哪里有问题 我以为就是哪里有问题 那路易斯认为澳大利亚可以选择起诉中国黑客 中国骇客 但是强大的网络威胁 威慑才是最好的防御手段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你对纳粹当年对纳粹的法律措施 是战胜纳粹以后 对纳粹采取法律手段 而与纳粹之间对垒的时候 那是真刀真枪玩了命的 对吧 刀枪剑戟 辅阅勾插 十八般武艺 那是玩命 那你不跟他玩命 人家跟你玩命 人家就是法律 对不对 权力就是法律 所以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 你要审时适度知道 在干嘛 我觉得是这个道理 网络攻击的能力 类似于冷战期间最终成功阻止核武器时使用的相互保证毁灭原则 互相保证毁灭原则 他讲和那时候冷战的概念呢 相互毁灭是美国跟苏联当时在里根的主导下 美国跟苏联展开了外太空的远程导弹 战略性洲际导弹的这种发展的竞争 和导弹核武器导弹头的数量的竞争 就是说 在一旦爆发核战争的时候 我美国的核战核战核武器的力量 能够在承受第一次打击之后 我剩下的核武器的力量 足以毁灭你整个苏联 毁灭你两回三回五回 他得加倍 所以相互毁灭之原则 而苏联在当时的发展 有着同样的概念 当他承受美国第一波 乃至第二波核武器打击之后 他依然有能力摧毁整个美国国家 所以在这种竞赛中 把苏联拖垮了 那现在川普采取的方式呢 是经济 以贸易战的方式 对不对 你加税 我给你加税 你也加我税 那我还加你税 那大家就这么赶 就这么赶 所以这是相互之间的关系 那跟中共之间呢 从贸易战已经衍生到 我们看到的其他的 其他的战争的部分 路易斯讲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大国 都知道对手的网络能力 他们精准评估敌人和盟友的能力 这是我没有看到的网络战的最主要的原因 这和75年以来 75年来没有人发现 没有人发射核武器的原因是一个样 75年来 就是75年来 我不知道他这是从哪算起来的 应该是75年 但是他说的75年 你要算在现在75年 1943年 那也可能这个篇文章 他这年数是有问题了 写的有点不太对了 但文章里的概念 基本他把现在的网络战争 对等了当年的 网络之间的这种对类 对等了当年的核竞赛 网络攻击能力 在过去曾经被使用过很有成效 站在一定高度来讲 进行报复性网络攻击 在很多情况下 非常有效 而且非常适用 非常适合 那因为他的身份 因为他的背景 那因为他的对 他的身份和背景 让他足够了解 在网络攻击 相互攻击的背景之下呢 和他了解到的 中国的实力 跟美国的实力的对比 他发表了这一番言论 用习近平的话 以牙还牙 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